为迎接2014年新春佳节的到来 由中国文化部主办 中国文化中心 中国美术馆联合承办的 联书闭合盛世同欧 2014欢乐春节 迎新迎联书发展开幕式 于1月18日下午 在中国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中国驻太王国大使馆 大使夫人初庆龄女士 文化参赞陈江 中国文化部对外联络处处长陈征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蓝苏红女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展览将展出中国美术馆精选的 由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书写的 55件迎联书法作品 书家中既有书坛前辈欧阳忠实 又有中坚力量 如圣万圣、陈鸿武、王嘉兴等 还有近年展露头角的青年才俊 所展出的作品用《转》、《立》、《凯》、《行》、《草》等多种中国书法字体进行书写 《莲语》内容多为书法家自传或为前嫌名连 书文双美、男人品味 彰显出独特的文化艺术价值 展览旨在通过迎联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 兼具中国民俗传统和中国书法艺术精髓的语言文化艺术形式 直观地向泰国民众展示出中国文化的魅力 是中国文化部在泰国举办的《欢乐春节》系列活动的开篇制作 开幕式还邀请到了中泰两国书法家 为观众现场辉豪泼墨书写春联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3日 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江说 那么这次的展览是为了庆祝春节而来的 这次庆祝春节中国美术馆派了两个展览出国 一个到日本 一个到泰国来 是分头过来的 同时出来 那么这次带到泰国来的 有50多幅作品 都是很高的水平 那么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心呢 也是中国政府在海外建设的 14个已经在运行的文化中心中是最大的一个 就是硬件方面 最新最漂亮最大的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有这么高水平的书法展 到这里来展览 当然了也会为这个中国文化中心增添不少的光彩 中文中央电视台 我是很熟悉的 以前我接触过 那个我很喜欢这个电视台 我有时候在家里也会时不时地看看这个节目 最近好像有一个讲红楼梦的故 解说红楼梦的故事是吧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对对 我在这里通过这个中文电视台 向泰国的广大观众问个好 谢谢你们 中国文化部对外联络处处长程征表示 这回在中心展出的这个中国书法银联展 应该是说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的展览 不光是阵容整齐 有著名的书法家 也有新生代的书法家 可以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书法家 以及中国银联文化的现貌吧 这回呢 举办这个展览呢 我们也希望能在泰国呢 能把书法这种艺术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特别是喜欢中国文化的朋友们 泰国中央中文电视台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